资产管理公司巨头中值集团 向投资者发自协讯 并且透露负债规模达到4200亿元人民币 已经严重资不抵债 总部位在北京的大陆最大资产管理公司 中值集团在去年11月 坦承公司的资金流动性枯竭 债务总额高达2兆台币 其中中值集团的信托资产 有超过两成在房地产标的上 不过就在两个月后 1月初中值集团向法院申请破产 这次相比恒大倒闭事件 被外界认为更接近大陆雷曼时刻 今天中国中值的这个角度来看 就很像是什么 第一个他们都投资房地产 第二件事情就是 他们都是投资房地产相关企业的债权 然后拿这个债权包装完之后 再类似发行一个激进的方式 让A股的公司买 就听起来有没有跟刚刚讲雷曼很像 只是说雷曼那个风暴 是因为他后来包装的这些基金 在分切出来 卖到世界各地去 那这边受不到钱 这边又要再付掉 这不抵债就会垮 所以中值的状况就很像这个结构 中值集团是以全方位的金融执照和服务 也被称作是富人的财富管理公司 事业体包括控股 参股和管理的企业超过10家 规模达到3.6兆人民币 超越恒大集团 不过在去年就已经因为大陆房市 萎靡不振而传出危机 最终人就撑不下去 不过也因为旗下参股或控股 多间持牌金融机构 对大陆经济恐怕出现一连串效应 是不是有其他的国际金融机构 拿了这样的资产去做销售 这个其实都还要看后面清算出来的结果 有一些后续的影响出来 就是第一个是中国金融业的评比 因为大家都会去做一些国际上的产业评比 甚至个别公司的评比 这个事情会不会让 中国相关的这些产业的公司 它的国际评比上开始有些问题 第二个事情就是说 因为这样的一个结构跟爆炸 它会不会让它的总体经济的复苏 出现一些比较迟缓的状况 因为其实政府的很多支出 它必须考虑要不要去救这家公司 然后再来就是说 因为很多的投资人 买了这样的一个地雷之后 它其实变成是它没有消费能力了 那这件事情其实牵扯会很大 那第三件事情就是说 它会不会引发一个系统性的金融风暴 中国大陆近两年来 发生第二次雷曼时刻 而这次事件更大引优势 中指作为一家资产管理公司 金融商品有个别消费者 也有企业甚至金融机构 对外揭露的资讯少 金融商品都谁在买 得等到清查后 才能知道阔籍有多广 评论上大概就是说 中国不会出手去救这事 它就让市场去决定 让清算过程去决定 那显然就是说 它可能设好一些防火墙 最大的一些损失大概是处理什么状况 这是我们最理想的情形 那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说 他们根本不晓得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都还没评估 也不晓得说这数十家 是不是联动到很多中国境内的 像金融机构 像地方政府 它为了理财买了这些债券 那像上市公司买了这些债券 结果现在这些都不能履行 会不会有一连串的问题 也会开始爆炸 中国大陆的经济正处于走下坡阶段 2023年经济成长率预估在5%上下 而今年可能再往下到4%或4.5% 中值破产势必将重挫经济复苏脚步 这件事情的一个爆发也会造成中国大陆 对于相关的不管是在金融市场 或者是在实体经济的这个投资意愿 也会出现了减少的一个状况 那么当然这一次的这个影响性 这个是由这个高净值的这一群人 去进行承担损失的话 当然也会影响到中国大陆现在目前 最需要的这个经济复苏的一个状况 可能他在经济低迷期的部分 会比原先市场上运起来的更久一些 中国大陆会不会真的布上雷曼兄弟后尘 得等到资产清算对整体经济影响程度 但可以想见短期经济要复苏 恐怕难上加难 TB月新闻于心海刘军台北采访不到 美百路视频报导 中国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农年没发年终 改用一篇家书来取代奖金 表达对员工的感谢 面对陆媒询问时 浦巴银行并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 讯息曝光后 不少网友讥讽是 加输底腕金 受上年同期春节错月 对比基数较高影响 CPI同比下降0.8% 大陆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数据 2024年1月CPI也就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年减0.8% 这不仅是连续四个月出现衰退 也是14年来最大跌幅 华尔街日报 英国金融时报都对此评论 大陆已经处于通缩区域 今天我们在这里欢聚一堂 辞旧迎新 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 向大家致以节日的美好祝福 中共中央大陆国务院 2024春节团拜会上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人民大会堂发表谈话 再次为经济打强新增 经济总量超过126万亿元 粮食总产再创新高 就业物价总体平稳 放眼全球仍然是风景这边独好 即便多种迹象显示 大陆经济成长放缓 但官方始终对外表现 高度自信 TVBS新闻正审位林敏珍 综合报导 起锅烧油 火候控制 添加调味 以气呵成 不到十分钟 用猪锡精搭配乌生 滑嫩醇香的春节印菜 乌长乌生就能上桌 没有大厨功力 又想年菜澎湃 预制好的年菜礼盒 是大陆年轻一代的首选 马铃薯的淀粉来讲的话 它其实在解冻过程中 在经过隔层加热的时候 它其实的粘性不够 所以我们尽量在处理 这个方面的时候 我们已经做到说 我们可以把消费者拿到的时候 其实隔层加热 都会跟你在现场吃的时候 都是一模一样的 主打和县煮的一样美味 北京顶台风 预制年菜销售多年 有一定口碑 味道不怕老饕挑战 但就担心民众 不愿意多花点钱 吃好一些 饭店啊 餐饮啊 通通都很保守 预估量就打个 大概有六七折 那数量 那在那个价钱方面呢 我们要注重性价比 比如说呢 今年的年菜 我们就比往年 还要再优惠 令价锁定高端市场的 北京顶台风 这次行销年节礼盒 也得让顾客感觉更划算 包装成本降低四成后 热门的年菜 鲜鱼米粉和佛跳墙 都便宜20元人民币 在消费仗集的大环境下 许多餐饮业者和我们分享 是进入了寒冬期 有市场调查数据显示 2023年1月到10月 餐饮倒闭了105.6万家 是比前一年多出一倍 它里边的话 一共是分为了 三款锅碟和四款酱料 同样台资品牌 评价小火锅 瑕补瑕补也推出农年年节礼盒 59.9元人民币 约合台币265元 新年菜单 加量不加价 套餐里的肉 从原来的150克 增加到了200克 毛利账度 是商家为了满足 品质大于价格的消费需求 盼着吸引更多客人 换取更高利润 可能划算不划算 才是消费者 在目前的环境下 考虑的最多的 不怕买贵的 就怕买贵了 大陆通货紧缩 多数人会暂停或减少消费 华人重视的春节围炉美赚 也会精打细算 TVBS新闻程序 李敏珍 北京采访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